大家好,这里是家宝,那 今天这一集呢,我们来讲一下乡愁,讲乡愁之前呢,首先要讲一下乡愁的概念是什么,乡愁啊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对于故乡,故乡也就是出生地 就是你波音那个地方的一种思念,人事物的一种怀念,比如说可能如果是小时候跟玩伴的感情特别好的话呢,那你有可能会 就怀念小时候跟同伴一起玩的,就小伙伴一起玩的场景 那比如说你在,嗯,你啊,就是你特别喜欢这种,叫做说故乡的美食嘛,这其实也可以看作就是说一种对于故乡的 一种怀念,那人为什么会有乡愁呢? 人 人的这种乡愁啊,我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是,只存在于这种大中华的文化圈里面 当然,嗯,当然这种乡愁未必见得说是一种坏事,我们要剖析的呢,是乡愁的本质,乡愁的本质啊,对于相当多的 嗯,朋友人来讲,如果呃,不包括美食的部分的话,大多数都是在外边过的没有很舒服,因为呃,中国的北方还有一句古话叫做说,金窝银窝也不如自己的草窝嘛 那因为过得很不舒服呢,就开始怀念起家里边的场景,就开始怀念起说故乡的一种场景,这其实就是乡愁的 相当于是说乡愁的由来,但某一方面讲呢,乡愁也是有害的,因为人脑啊,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组织,或者叫做说一种生物结构 你在,比如说好了,比如说好了,呃,比如说,呃,我在山东的时候,我在山东的时候呢,就遭遇的那些事情啊,那些同学啊,其实都是一些非常不好的一些人,他们的那种品行啊,品德啊,家庭教育啊,教养啊,环境啊都很差 呃,但就当我真正的离开了山东之后呢,我反而有时候会开始怀念起山东的一些事情,或者叫做说失误,失误来了,这,这其实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,你的大脑呢,几乎大家的大脑都是这样,会刻意的去选择说过去遭受过的一些苦难,就过去遇受过的一些苦难,就过去 遇过的很不好的人啊,人或者是事物,呃,当然这个跟年龄啊,或者叫做说阅历的增长,也有一定的 关系,就大脑嘛,大脑也可以理解为是一部非常复杂的深度学习机器, 当然这只是一个不好的 点,就是你会开始怀念,可是当你真,嗯,可是当你真正啊,就你如果是回到了, 过去,你回到了,嗯,就你会真,真的,就假设说回到了你的住乡吧,你未必,你未必就会,像乡愁里边的,这种期待,或者是盼望一样,有这种说,呃,叫做说,感觉,所以,乡愁,乡愁,乡愁图然很美好,但是想想就好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